今天這新娘走出來接受媒體採訪 旁邊站的還有姐姐王怡仁 她是國光客運副董兒子王怡忠 爸爸王怡忠也在旁邊 這是2011年全家在鏡頭前的合體露臉 執政月25號王怡忠惊傳促世 享年39歲 曾經擔任台灣智慧卡公司副總經理的王怡忠 爸爸是投資達人國光客運副董77歲的王怡忠 甚至還有一個明星姐姐前主播王怡忠 只是在這個月17號 她在台大校園操場跑步跑到一半突然昏倒 後來發現心肌梗塞強著不治 而言在運動當中有很多年輕人突然倒下 有可能是心肌性猝死 那心肌性猝死最常見的原因就是所謂的心肌梗塞 心肌梗塞就是過敏失 就是心臟的血管阻塞造成的心肌梗塞 壞死等等而產生了一個心臟 沒有辦法預期的一個停止 或者是突然的心律不治而造成心臟咒停等等 那心肌梗塞其實有年輕化的趨勢 最近我們收視有很多比較年輕的心肌梗塞 醫生提醒運動本身會增加心臟的負擔 如果氣溫太低或是身體不佳 就算沒有心血管風險或是常運動的人 還是可能引發了心臟病猝死 而今王毅中猝死家屬低調 告別式也將會另外說明 接著我們報導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